无论非正常死亡面对的是延续攻略 如意传还是天坑英烈 他都可以轻描淡写的说一句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不是鲁迅说的 我说的 当然这样比较有点不恰的 因为这次要给大家介绍 这是一部豆瓣评分9.3的日本职业剧 虽然我们的老婆石原李美会为这部剧带来不少国内的热度 但非正常死亡可并不是靠演个阵容称场面 让剧迷们为之惊叹的是非正常死亡国用的剧情 精湛的制作和触动心弦的人间情怀 整部剧的剧情都围绕着一个叫UDI的研究所而展开 UDI全称为UNATURALDATHNVSTIGATION 一位非正常死亡研究所 日本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数重多 解剖帅却不足2% UDI的任务就是为非正常死亡者剖析此因 还原真相 所以非正常死亡也算是一部以法医的角度调查案件的推理剧 但他所表达的内容远不止一般推理剧那么简单 其中的魅力不言而喻 鲜明的角色塑造十元李美叫姐姐 饰演的三成美秦医生是全剧的绝对主角 他恪守着一名法医的职责 将儿时的不幸化为一种与非正常死亡斗争到底的能量 秉持着正义 饱含着对世界的温情 执着于工作的诗员李美 带着不同以往的随性 甚至略带性冷淡化风 魅力直报表 只需一级 三成美秦医生便会让你难以自拔 景浦新饰演的钟唐医生是整部剧中的面谈担当 他性格乖僻 不喜交际 一度吓跑了助手 不过其在MUDI工作只有一个主要目的 寻找八年前杀害他女朋友的凶手 并且先手杀掉他 他不顾一切的个人情感 与三成医生坚守的法医职责 在方方面面发生着碰撞与摩擦 而非正常死亡的主线剧情 也是围绕着这个案件展开的 没人能想象钟唐医生亲手解剖自己的女流时 心理压抑的悲痛有多么恐怖 UDI里的员工或因坚定的信念在奋斗着 或者不知疲倦的寻找信念 三成医生随口而出的一句话 却导出了生活的真相 三成医生 你工作是为了什么 为了活下去 意想不到的剧情 以及非正常死亡的剧情 可能会出现好几次翻转 与一般国产剧不同的事 或许只是拟解恶手的功夫 快节奏的剧情就已经把你弱在身后了 柴南因妻子的曾马杀害了他 与男友私奔的少女因为贫穷而自杀 眼见不一定未识 常规逻辑也容易发生漏洞 而法医学能解决的东西太多了 他是为未来而生的一门科学 令人动容了人间温情非正常死亡 不敢于呈现法医调查死因的过程 他将日本社会问题 直接暴露在大众面前 劳工问题 校园把邻 社会责任的逃避 对女性的歧视 这不具可望表达的东西太多 但丝毫没有带有咄咄逼人的力气 反而用一种温情融化人生的艰难 当第四集里的蛋糕厂工人送货摔倒在的 无良社长在派对立 随意将收到的蛋糕打翻在地的时候 天空中绽放出了绚烂的烟花 工人忍着剧痛 于烟花之下想到了自己的两个孩子 于是带着乐观的笑容艰难爬起 社教科书般的镜头转换 配上背景音乐 来的我们能做的也只有跟着泪目了 职业剧的精神内核 我国近几年也出现了很多职业剧 如翻译官 外科风云等 但实际上大多都是伪职业剧 剧中主角 住着大房子 外表光鲜亮丽 似乎也看不出工作的忙碌与艰辛 无论在讲述哪个职业的故事 似乎都成了一场恋爱大戏 非正常死亡大多剧情都集中在研究所内 工作又脏又累 恋爱困难 假期少 同时间对爱情最大胆的表达也只是一句 下班我送你回去吧 同时非正常死亡 不断地解释这法医学的使命 它是为未来而生 为的是还每个在人是走一遭的尸体 一个公道 是对非正常死亡的生命最后的尊重 让人深刻感觉到法医这个边缘化职业的厚重感和使命感 这才是一部职业剧该有的样子 以上